88 《頭條日報》考生壓力代表 2015年7月13日港民 民憑事本周三放榜 青年協會一項調查發現,三乘四應屆考生放榜壓力達7至10分的最高水平 有考生坦然、抱負與損水拋的心態 未放榜以報讀多個字之課程,並支付數以千元的報名費 本部記者香港青年協會升學規劃中心今年6月底至7月初 以電話及問卷形式訪問588名應屆民憑事考生 結果發現,三乘四受訪者表示放榜壓力達7至10分的最高水平 比去年上升6個百分點,約四分之一受訪者預計能入讀資助大學 比去年下跌10個百分點,估計未能入讀資助大學 但仍會選獨自資課程以入讀資助大學的考生則佔四成 反映考生追求更高學歷以適應知適應社會 揭力驅使不少考生四出損水拋謀或後路 有影界考生預計,成績未達大學入學要求 而佈讀多個包括工商管理、社會服務及旅遊業等自資課程 報名廢數以千元計,但仍然擔心前程 坦然讀完感可以怎樣,根本看不到將來 稱協讀道主任徐小曼表示 考生報讀自資課程作兩手準備無可厚非 但應根據自己性向、興趣及能力作出升學選擇 不應盲目報讀自己不喜歡的課程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